大家好,我是Wally 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在今早進行的北美洲聯賽杯決賽 哥倫布基源以3比1擊敗洛杉磯FC 繼上屆國際邁亞蜜之後 第二支捧起這項賽事冠軍獎盃的美國職業聯賽球隊 這場比賽在上半場結束之前 古早赫蘭迪斯為哥倫布基源先拔頭籌 上半場領先1比0 去到下半場,洛杉磯FC開出前場的角球 由法國球星基奧特成功爭頂頭鎚 為球隊追成1比1 去到下半場保舍的階段 哥倫布基源的球員古早赫蘭迪斯 和羅素路維各自再建一宮 為哥倫布基源鎖定今場勝局 最終在這場決賽 哥倫布基源以3比1戰勝洛杉磯FC 贏得北美洲聯賽杯冠軍 不客氣 每天都會化 最終的 第四季 всё 最近